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30号星期四 利用盘前的这段时间 我们把昨天的这个行情给大家复盘一下 那么昨天呢 我们看到这个三大股指并没有走出之前 这个预测的那样出现一波加速的向上突破 反而是走了这个向下的这么一个走势 三大股指均收出中阴线 那么什么原因呢 我想的话 从这个技术上 首先从技术上来看 首先是上证50 我们看到这个 最近这个上证50一直是比较吃力 那么作为低股指蓝筹最典型的这一块 目前一直在底部区域震荡 那么最近几天上证50也是走了一个弱势的反弹 连续七个交易日啊 从这个 12月20号到这个28号啊 这几个交易日呢 都还是不温不火 但是昨天呢 我们看到一根阴线呢 把前期的这个七个交易日的啊 这个很小的一个涨幅吞掉了 那么昨天上证50成分股里边一共50家个股 43家下跌啊 只有5家是上涨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说上证50啊 这个时候这么便宜 是吧 反而是说走的还是这么弱 那我们看一下上证50目前的一个 它的一个估值啊 整个上海市场 现在啊 上海交易所的平均市盈率是多少呢 是不到14倍啊 13.87倍 市净率呢 是在1.49左右 啊 然后呢 市场的净资产净收益率啊 净资产收益率10.72% 可见呢 这个估值呢 整个是对上海市场来说呢 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啊 但是就50指数来说呢 目前应该比这个更便宜啊 因为这个软件里面它没有显示出来 那么上证50里面成分股啊 重点是集中了一些 我们A股当中啊 一些非常呃呃大的一些超级蓝筹啊 中字头为主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面基本上是涵盖了 银行啊 地产呃家电那部分的家电券商 然后呢 像这个呃软件服务啊 部分的这个像制药 化学制药 汽车 酿酒 啊 呃就是这些啊 超级蓝筹 那么银行这里面占了非常大的一个 呃可以说非常大的一个比重啊 工农中建交啊 这里面全有啊 那么这几家国有银行 然后呢 其他方面像一些这个蓝筹的呃大板块 大轴级板块的这些大龙头啊 比如说呃像工程机械的三一重工啊 像这个通信领域的这个呃 呃半导体行业的工业复联啊 像保险行业的几大几大国家呃上市公司啊 比如说这个平安保险 当中看呢 其实呢 我们连一下历史上的一些高点啊 呃 它就是位于一个下呃上行通道上行通道的这个尽管角度比较小 但是呢 重型还是在逐步上移的 那么五零指数其实距于下方的支撑是很窄的啊 基本上就是属于前期的这个呃 进线位的位置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啊 就是说这个进线实际上之前有个局部的小双底啊 这个小双底实际上是比较典型的啊 比较典型的小双底上上扬之后回踩 我们看到最近几天呢 量能其实也是一个地量的水平 那么再往下呢 空间实际不大 就短期技术也来讲 五零指数今天呢 应该是盘中应该能起稳 起稳之后呢 今天收阳线的概率比较大 所以呢 就此逻辑推断 大盘呢 同样啊 在一个比较短的一个进线之内啊 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这根进线呢 原来我给大家讲过啊 就是在这个前期的高点 11月24号 这个最高的位置 大约在3600点整数关左右 昨天收盘呢 收到3597 其实呢 也就是3600啊 那么今天这个地方 应该有啊 这种收阳的啊 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概率啊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啊 这个目前呢 户子呢 昨天收盘啊 他把这个前期啊 非常重要的这个局部的粉色的支撑线 击穿了啊 收盘时候击穿了 尽管量能啊 是进一步萎缩了 萎缩到前期地量的水平 但是这个地方呢 应该有持续的萎缩的过程啊 但是这个时间我认为不会太长啊 不会不会太长 那么月初左右 应该说在这个地方能起稳 那么就中期而言啊 依旧不改变啊 我的一个判断 那么这个地方短期震荡之后啊 这个地方那么依旧会继续向上啊 向上 那么到二月底前啊 有望了挑战 四千点的这个观点依然不变啊 也就是春节之后啊 那么目前呢 就是局部啊 它确实有点纠结啊 这个也很好理解啊 技术上来讲呢 周K线已经是向上突破啊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那个周线的图表啊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我周六的那个课程啊 那么这里边呢 其实呢 周线啊 它的一个幅度也应该非常有限 大的方向来讲 我预计啊 大盘呢 A股大盘啊 将在未来的一年当中啊 2022年 可能呢 仍然是大区间啊 波动 那么只不过是区间的重心是抬高啊 抬高到比如说三千五百点 对吧 上人而四千点之间啊 在这个区间震荡啊 这样的一个概率比较大啊 也就是在整个的明年啊 为什么说大盘下不来呢 其实我刚才也讲到了啊 那个三中五零现在在估值底啊 以低市净率为主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它的一个板块指数的一个情况 低市净率的这个周线的这个板块指数 已经突破长期的压力线 这个深蓝色的压力线啊 因为这个压力线在历史上啊 它就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阻力的作用 那么于今年的这个八月中雄左右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出现放量啊 放量上穿 上穿之后回踩 然后做了个小的右空 然后就再度站上来 是吧 显然呢 已经确认啊 在这个突破长线的这个蓝色的趋势线啊 它已经是第四周了啊 包括本搜在内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啊 也是第二次放量 显然这个地方短线呢 它有回踩的要求啊 之前呢 在这个细节方面啊 这方面确实有所疏忽啊 这是我个人的这个当时啊 没有啊 把这个认真啊 看 但是的大方向已经确认 它已经是向上突破啊 向上突破 所以第四净率的这个200支 啊 市盈率非常低的 也就是说破金资产的个股 那么目前呢 这个第四净率的这个分割指数 它已经突破啊 那么将来啊 会向上进一步拓展空间 那么这个空间的衡量呢 就是以底部啊 底部到上方的距离啊 然后这儿突破之后 往上呢 计算啊 往上计算 大约是一倍的距离啊 我们学形态学啊 将来我会给大家讲形态学 形态学呢 完全用几何的方法 可以丈量呢 未来股价也好 股指也好 板块指数也好 它的一个空间啊 比如说要突破 要涨多少啊 可以可以测量 那么从形态上看呢 大三角在这个地方突破 向上突破之后 将走一个大三角的高度啊 就是以这个目标丈量 是吧 以这个目标丈量 所以说呢 我认为未来呢 它这个地方突破之后啊 会向上啊 这个线段 会跟这个是相等的 那具体是多少呢 1350 这是1800多啊 1830啊 1800大约是500个点啊 这个地方往上500个点 左右啊 以这个低视净率 对吧 那么这个空间 还是比较可观的 同样呢 因为这里边呢 都是些超级的低股指蓝筹 同样它会带动啊 股指啊 进一步正大 进一步正大上行 当然时间呢 可能会比较拉长啊 因为现在呢 我们还是要清楚的啊 冷静的啊 要想到我们A股 依然处于啊 这种慢牛的这种节奏的行情啊 可能说急涨呢 可能偶尔的时候局部有一个加速 是吧 但是整体上啊 加速完之后呢 又进入休整 然后重型的慢慢缓慢上移啊 股指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说大家有的有的朋友着急啊 就是说马上我就如何啊 我就就是资产翻倍 是吧 但是这样呢 也是不太现实的 所以眼下呢 就是怎么呢 如果手里边啊 有低股指蓝筹 是吧 比如之前我给大家讲的几大块啊 大金融啊 大地产啊 建材建筑啊 其他的什么行用啊 等等啊 包括有的朋友拿的是资源啊 资源股啊 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 呃 一些这个呃 板块啊 里边的估值较低的 那么就耐心的啊 去持有啊 耐心的持有 呃 当然目前呢 呃 应该是一个低息的机会啊 如果再股指再往下一点点啊 呃 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啊 一个低息的时机 那么后续还是以低息为主啊 以低息为主 呃 三千六百点整数官呃 暂时有支撑啊 那么预计呢 说这个地方即使呃上不去啊 即使马上起不来啊 马上突破三千六百二 那可能接下来 他也是在围绕着这个整数官 再磨几天啊 别着急啊 很快呢 我认为在呃 月呃下月呃 出以后啊 大约在第一周之后 那么会迎来一个加速的时机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 呃 好事多磨啊 那么为什么年底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 啊 有的朋友讲 是不是呃 大基金公司啊 公募基金 包括一些私募基金 因为年底了 呃 大家要要算这个业绩啊 要进行的这个尽职的一个排排名 那么当前又面临着这个逢年过节啊 大家是不是要把这个钱呢 呃 给他赎回来啊 把这个基金赎赎回来 赎回来 那我们就把钱拿到准备过年啊 所以说当前是不是有这个资金的压力 我想了这个因素应该考虑在内啊 呃 因为毕竟是我们这个春节啊 是我们中华民族一年最重要的节日 是吧 呃 那么包括整月十五等等啊 这这段时间 但是我想啊 那个 现在啊 应该有这方面一些压力 第二个因素 就是因为啊 我在前天呢 啊 昨天 呃 前天的时候啊 给大家讲了一个事儿 我说这个接近年报了 现在很多上市公司的年报呢 过了12月25号以后啊 陆陆续续就开始披露了 那么当前呢 在操作上呢 一定要注意啊 就说现在啊有些这个题材股的业绩呢 不怎么样 但是股价的被炒上天了啊 尤其一些一些热点题材 这两天呢 我们看到这个跌幅比较大的啊 一些这个从跌幅榜上看啊 跌幅比较大的一些科技股啊 比如说呃 我们说这个呃 假假如说啊 一些呃 这个之前考 呃 炒得比较过头的啊 比如说储能啊 储能啊 光伏了啊 这些啊 这些老题材啊 热点题材 那么是不是还是继续给你往往走呢 我认为这个现在会分化啊 不一定是一个板块里面所有的股票都要下调 但是呢 一个板块里面面临着也非常大的分化 有的呢 是股价尽管创历史新高 但是那年报啊 出来以后是好于预期 好得不得了 好得超出你的想象 那么这样很可能股价还是在高位啊 继续等待一个半年报的时机啊 季报的时机 如果季报再好 那个股价即使修整 后续还要有天权行情啊 这就所谓说 驾驶股就是这样出来的嘛 对吧 这波上涨 所以如果说年报很很差劲啊 很差劲 那么比如说这里面很多的一些热点题材啊 年报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 反而股价炒上天了 哎 这个时候调整是必然的 必然向价值中轴去回归的 所以目前呢 就是你在操作上呢 很明显啊 大家感觉到啊 这个如果做热点题材 感觉到难度呢 明显增加了啊 这个是 这个是一定的啊 这个是一定的 所以说呢 就是眼下呢 不妨啊 那个可以啊 把这个仓位呢 降一降啊 等这个尤其题材方面啊 尤其题材方面 一些热点题材 现在很多 我看的 他这个目前的这个 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高位啊 看题材指数 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 淡化加举例啊 淡化加举例 那我们看到近期这个回彩 对吧 更大的一个时间级别 我们从周线的角度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要走 有的朋友说 要不是是不是要走 这个双顶啊 我觉得 目前呢 因为这里边呢 仅仅是炒题材的阶段 这个题材的适应率 达到了54倍 54倍你说 高估不高估啊 当然高估了 高估啊 那么这个地方 会不会走一个 N字形的一个调整 把它完事呢 就是N字形 走完之后 才会迎来 这个上行呢 我认为 这种概率也是比较大的 因为现在 你看这个结构的话 它依然处于调整结构 第一波下行啊 第二波反弹 第三波再走一遍 它要走一个什么 完全走一个到N字形的 这样的一个 典型的一个调整结构 所以这样的一个调整结构呢 它是 它是必然要走的啊 所以说你再怎么样 你看的这个N字形 它走的不对称 那么调整结构 我们完事 你就耐心的等一等 那么可能今年呢 它经过呀 这个一季度的 这个充分啊 洗盘调整之后 后续还应该是有机会的啊 毕竟是一个大的 一个新型产业 围绕着这个芯片啊 做的一些新的材料 比如淡化家啊 概念什么 目前我们的这个题材指数 在这个半导体第三代半导体里面 只有淡化家 有这样一个题材指数啊 西化芯和这个碳化硅呢 现在还没有出来啊 这个题材指数 在我这个平台里面还没有啊 所以说目前就是参照淡化家啊 比如说它现在这个调整啊 周线级别 现在还在调啊 所以说呢 我们有些股价 确实是炒得很高了 那你是不是要考虑 把它呢 先做一个了结呢 对吧 那么高位啊 高位做一个了结啊 然后再等一等啊 不用太着急 那么低估值的蓝筹这一块 我认为是接下来带动估值的一个重要的一块啊 还有一块 我们就讲的是大消费啊 这两天呢 这个大消费呢 走的呀 确实是比较 比较好啊 就是走完一波是一波 比如这两天呢 昨天呢 又是赶上医药板块 酒店餐饮啊 旅游啊 又开始走了 但是呢 也要注意节奏啊 同时我们也看到说 酿酒啊 昨天反而出现了一个 这么一个调整啊 从这个日线级别的这个走势上来看啊 酿酒板块 实际上按照我这里边的这个也到了一个压力位了啊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表啊 我画的标准一点啊 那我们把底部的两个底沿啊 底边给它连一下啊 底部的两个底边啊 那么连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实际上是底沿啊 我们看到连连接两个低点啊 连接两个低点 对吧 取一个历史的最高点 刚好呢 我们看到前一个阶段啊 前两天呢 最高点就打在这个 大的一个粉色的下行通道的上沿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 它也面临着一个洗盘 洗盘啊 这个题材指数的洗盘呢 酿酒题材指数洗盘 就基本上昨天一天的沙跌啊 非常接近第一目标位了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又是一个支撑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围绕着这个平台上面啊 它做一个修整啊 这样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啊 修整完之后 然后再向上突破啊 那么很可能是这样的一种走势啊 其他方面呢 我们就先那个不介绍了啊 那么昨天的涨价题材还是非常强啊 前天晚上我也跟大家分享了啊 这个涨价题材呢 确确实实是当下的一个重点 有的朋友说 说老师你还讲锂啊 你不是看空锂电池吗 怎么你又讲锂了 讲这个锂金属啊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锂金属它是个材料啊 它不刚用于锂电池方面 它也可以用在很多的一些领域啊 一些工业制造的一些其他的领域 那么这个锂的这个金属 它的涨价实际上 它这个题材跟锂电池 你完全可以分开看啊 那么这个锂矿概念 也包括这个盐护体理 那就是关于锂 锂这个涨价预期呢 到现在还是非常强的 那么最新的一个报价呢 是国内的一家厂商啊 它就给这个市场爆出了30万元啊 一吨的这个价格 对吧 已经翻了 已经翻翻了 当前呢 实际上正常价格就20万左右啊 二十几万 但有个朋友一下子给到30万的一个报价 所以预计呢 一季度二季度啊 明年的一季度二季度 锂价还将继续上涨 所以 锂的这个上涨预期非常强烈啊 所以这里面呢 说围绕锂这个涨价题材 还会 还会有有这个 继续走强的啊 这样的一种可能 当然了股价呢 它是先啊 强于预期的 对吧 之后可能才会 继续的这个 上涨啊 那么短期呢 可能获利盘巨大 当前呢 就是我们现在 在A股市场有个非常强的一个特点 就是投机氛围非常浓烈啊 这个房地产涨了一天 马上三天回踩 但是这两天呢 我们也看到房地产的这个板块指数 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好跌的了啊 之前给大家也做了一个分析 那么这两天呢 量能又缩到一个地量的水平啊 很快 那个短线资金回头之后啊 这个地方又迎来一个好的一个支撑 所以当前呢 地产板块依旧可以分低吸纳啊 中线资金并没有撤退 底部放量这么大啊 中线长线资金 那现在反而是分布进场的时候 那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儿啊 祝大家投资顺利